人标题漫威DC大片日本受冷落无疑不禁 2018票房前17部美国电影上网这些年来 漫威和DC的超级英雄大片蜂蜜全球 2018年占据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电影票房排行榜 前十名甚至冠军 比如去年全球最卖座的复仇者联盟3 就夺得俄 英 法 德 澳大利亚等多国年度票房冠军 但日本电影市场却是例外 新出炉的2018年日本电影票房榜前十名中 居然没有一部漫威和DC的超英大片漫威DC日本受冷落 七部美国片上榜漫威和DC的超级英雄大片 深受全球各国青少年观众喜爱 但在同样是动漫大国的日本却遭到了观众的冷遇 横扫全球票房榜的复仇者联盟3 在日本电影市场仅拿到37亿日元票房 折合人民币2.3亿元 位居第十二名 这已经是漫威超级英雄电影在日本的最佳票房成绩 漫威和DC大片在日本受冷落 并不意味着日本观众不喜欢好莱坞大片 2018年日本年度电影票房排行榜前十名中 好莱坞电影多达七部 除了《寻梦环游记》第八名和《超人总动员2》 第九名两部动画电影之外 其余部都是风格类型各部相同的美国大片冠军 是皇后乐队传记片《乌西米亚黄翔曲》 《怪兽科幻大片诸罗纪世界2》 名列第四名 休杰克曼主演的音乐剧电影《马戏之王》 在中国挤拿到一亿元人民币票房 在日本票房却高达52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3.23亿元 阿汤哥的《谍中谍录》也受到日本观众喜爱 以47.2亿日元位居票房榜第十名三部日本电影上榜 二部动画一部真人片 去年日本电影票房排行榜TOP 中有三部日本本土电影 分别为剧场版紧急救命 名侦探和南宁的执行人和多拉A梦 大雄的金银岛 其中二部动画片一部真人电影 是至于和小偷家族 以45.3亿日元排名第十一 值得一提的是 截至12月中旬日本本土电影剧场版紧急救命 依然占据票房排行榜榜首 不料 11月9日在日本上映的好莱坞音乐传记篇 波西米亚狂想曲后来居场 在年底票房反超剧场版紧急救命 夺得2018日本年度票房冠军 波西米亚狂想曲 由布莱恩兴格指导 拉米玛雷克 路西宝通 格威利摩里等主演 讲述了享誉全球的英国摇滚乐队 皇后乐队的成长和大放光彩的故事 这样一部音乐传记篇 能在日本夺冠与皇后乐队 在日本拥有大量歌迷密切相关 皇后乐队曾于1975年首次访问 日本 并在日本六座城市巡演 后来又多次访日 影片还曾去日本拍摄重现了 39的Live现场不过 这首歌在电影的中简版中 被剪掉日本动漫动画产业发达 独树一致比肩美国漫威DC 超级英雄大片在日本受冷落 波西米亚狂想曲和马戏之王 这样的音乐片受到追捧 既说明了日本观众的欣赏口味 和兴趣爱好不同 也与日本本身就是动漫大国有关 日本动漫产业高度发达 涌现出宫其俊 腾子不二勇 手中之虫 新海诚等多位享誉全球的动画大师 日本动漫电影 不仅深受本国观众 喜爱也在全世界影响深远 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观众 都对日本动画片情有独钟 日本堪称是目前唯一能够在动漫动画领域 与美国一臂高低的国家 我们独播剧场战数 我们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